嘩,這碟好像Tiffany藍色的,不是水彩顏料 這個是富士山咖哩飯,究竟是甚麼味道呢? 接著在河口湖大石公園欣賞富士山 要清楚看到富士山都要講運氣 然後走很長的樓梯為了甚麼 就是看五重塔和富士山的美景 晚上就做個地道的居酒屋晚餐 第二天再參觀富士湧水之里水族館 除了淡水魚之外,裏面還有很多可愛的淡水生物 午餐來個真正的山水豆腐 還要用富士山水做 富士山水人肉出來的魚 燒出來是否特別好吃呢? 這麽出名的麵又是甚麼口感呢? 之後再去隱野百香 一個充滿富士山湧水的地方 最後再去附近的御殿堂Outlet 離開這區之前盡情爆買一番 泡河和桶 歡迎繼續收看最南日本東營遊 上集在靜江那邊看富士山 那邊就少人一點 今集就去一些多人一點的地方 我們將會在山尼不同的地方欣賞富士山 上集就在田貫湖 現在就駕駛車去這個河口湖 自駕遊的過癮之處就是 你駕車看到什麼想停下來看都可以 我見到這個西湖 我們就決定停下來看一看 我相信如果沒有舊雲遮住富士山是應該挺漂亮的 大家看不看到 雲後面其實是富士山的山頂 據我的經驗看這些山上的雲是有機會散的 不過我就不站定等它 反正我今天在不同的地方都會看富士山 那我就繼續駕車去這個河口湖 有時候隧道與隧道之間很短距離 即是它在這個山頭和那個山頭很近 很快去了另一條隧道 大家就是要多得這些隧道才這麼快到達目的地 如果不是有條隧道這樣駕穿了就要繞山路了 好了到了目的地了先拍好車先 哇都幾多人了 河口湖這邊是熱鬧很多的 如果想靜點看富士山可以看我上集的地方 好了這裏就是河口湖的大石公園 這裏是可以很清楚看到富士山 還有下面有個湖在這裏 好運的話可能會拍到富士山的倒影 不過我現在看過去富士山 它還未出來 但感覺上舊雲已經輕了 沒有剛才那麼大舊那麼混濁 那就去這個大石公園周圍逛逛逛 這裡有個河口湖自然生活館 我稍後會進去吃東西的 大家見不見到 真是守得雲開見月明 這位富士山小姐終於露出一點念孔出來 為了慶祝它肯露面吃個富士山咖哩飯 先喝一喝 它的紅色和藍色選擇 紅色那個是很辣的 藍色那個就漂亮得來有點奇怪 但是我個人又很接受到新東西 最喜歡試新東西有新的體驗 所以我就對著富士山吃藍色的富士山咖哩飯 另一樣開心東西就是讓我找到這個對著富士山的位置 我這次真是對著富士山吃富士山了 大家看看這碟藍色的富士山咖哩 其實我覺得它真的做得挺漂亮的 顏色太鮮艷的食物 有時候反而會令到人卻步 尤其是它藍到好像Tiffany那樣的顏色 不過吃起來其實都是那些日式帶甜的咖哩味 我不覺得它特別好吃或者特別不好吃 總之味道就沒有它的樣子那麼特別 是正常的甜甜的日式咖哩 現在山頂情況又多一點點暈 我還是要快點吃完碟飯去拍照拍片 因為山頂的風景就猶如女士的心情 上一秒可以好美 下一秒可以變光 其實它做出這隻顏色的咖哩 我就覺得是不是用了碟豆花 還是用了某些汽水或雪糕的顏料做出來呢 這些就當然是他們的商業秘密 雖然飯周圍走一走一走 這裡有個迷你的鳥居 嘩好美 雲又再少了 真的趁現在要拍多點 雖然它都不是說富士山最清的時候 但是又見不到到現在見到它露面 那種喜悅呢真是 是有少少像失而復得那隻興奮 所以接下來這條片 我都會不斷狂拍富士山給大家看的 好啦 落回去周圍走一下 眼睛不離富士山 這樣走這個河口湖的大石公園 那樣是瞧尾馬 小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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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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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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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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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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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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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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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